欢迎收看今天的火力新农村 我是刘祝华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带您到台南县北门乡的玉湖社区来走一走 玉湖社区这个地方 过去是以火摇烧制的鹅阿壳文明 但是随着产业文化的失落逐渐的被遗忘 现在当地居民利用早期的洋葱集货厂 打造出了一个柯辉瑶文化馆 让当地的民众以及游客能够重温早期的回忆 看着农民们熟练地拨着颗壳 将鲜美大科的鹅阿一个一个地给挖了出来 这是台南县北门乡玉湖社区的一大特产 靠海的地理位置 让科业成为当地民众的收入来源之一 早期玉湖社区也因为火摇烧制苛壳而为名 而身为在地社区理事长的王敏雄 将科会文化重新再现 透过农委会辅导 创立了科辉瑶文化馆 我们社区成立这个文化馆的目的 就是要重建去以前社区的一个产业文化 产业文化一消失了四五十年 然后我们借着这个地方把这个产业文化找回来 然后跟大家介绍这个历史 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些发展 王敏雄希望让更多当地居民了解科辉瑶文化 也将观念传给下一代 时常带着当地民众和游客参观文化馆 一同来趟科辉瑶之旅 这个文化消失四五十年 消失四五十年 我们这些孩子都改正头的孩子都不满 要让孩子去了解 我们这时来教孩子 这些药要放材料 晚上我们用这些药来动作什么 就是营火完毁 来点给他们熟这个厚核 这样厚核花 让孩子在生的当中 来了解我们社区的文化 眼前所看到的一砖一瓦 都是加入柯辉来制作 加入柯辉的墙壁和地砖 对于环境还十分有帮助哦 像我们头上所带的这个药 这个药是什么 是我们用药垢分水之后 做的这个拓水的铺面砖 拓水的铺面砖 所以这个药对环境砖 对生态都非常好 它会没出水 它会自动 这个药水如果流来的时候 它会自动摆摆掉 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就是因为本身药花 它要硬化的过程 就是要吸收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这来二氧化碳浓度 会降低 自然这个养的成分的含量的增加 对不对 所以对人的健康是非常好的 在这包括这个药灰有 磁湿 磁臭 隔阴 隔热 还可以调整它的室内室度 所以人 这拨开后当然下凉 这人对人的健康非常好 在地住了几十年的居民们 也对于柯灰的效能大大的称赞 这个药核是这样 这个药核算定地的东西 我们再利用 就是说你像家庭做药核 我们刚才土壳在打药核 那米饭还实用 那如果烧烧烤之后 它的功能比现在一般的酒飞 就更好了 这药核你看像那红水 用药核 药核飞落到地 轻轻轻轻 要弄整百年也都弄 我们阿嬷在烧烤水的时候 好 几几天都弄得落 比阿门核更加热 所以这药核 它的药核有少就对了 药核是这里有语文很多 药核做是一个消毒的东西 可以做消毒 所以这时候 可以回收回来 这三夹是很好的东西 药核不只在现代 发挥了大大的效益 早期的民众 将药核用来作为消毒的功用 更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因为这个鱼的 吃了飼料以后 它排便都在池塘里面 然后这个池塘会 底土会产生一个酸化 变成酸性的土 那我们在鱼缩成以后 靠机器把这个池塘整平 那整个地好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消毒的作用 我们最主要是用 柯灰来做消毒 柯灰不只对于建筑方面有注意 早期的民众也将它 用在农作物上 农业使用化学回料 还有使用农药 过量的话 会产生土壤的酸化 那我们可以用柯灰 柯灰是属于枪茧 用枪茧的一个物质来把它综合 因为它有很 柯灰有很丰富的盖子 它可以补充它的盖子 还有您一定想不到 早期制作冬瓜茶的过程中 也需要用到它 冬瓜茶它在制作的时候 要把冬瓜做切块 切块以后 然后这个你如果没有要泡水 没有撒上柯灰的话 它会烂掉 会发臭 那你撒上柯灰 它本身它有一个虾菌作用 然后它表面会产生一个 一个灵解的效果 除了有那么多的益处 传统艺术品上也能看到柯灰的踪影 还可以作为妙鱼解黏作品 黏着的材料 另外柯灰加在陶土里 还可以烧出美丽多变的陶制作品 它主要是用柯灰 因为柯灰本身它会有黏着的作用 用铁线把它稍微折一下 然后用柯灰加一些沙粉灼 黏着把粗灰做出来 拿到粗灰做出来以后 再用玻璃还有淘气剪贴上去的 小小的柯灰变化原来如此多端 相信玉湖社区在地居民 共同维护的柯灰文化 一定能够小兵力大功 继续发扬光大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让我们带您深入玉湖社区 体验最惊艳的生态之美 欢迎再度回到火力新农村 来到了玉湖社区 除了每年可以在特定的月份 看到成千上万的黑腹燕殴 在海面共舞的壮观奇景之外 平常还可以品尝得到 早期婚宴料理当中相当高级食材 叫做花跳鱼 花跳鱼的口感Q嫩又鲜甜 接下来透过镜头 带您一起来看看当地的生态之美 数以万只的黑腹燕翁 在天空中一同飞翔 整齐一致的盘旋方向 令人大呼惊艳 这是来到台南县北门乡玉湖社区所看到的奇景 每年九月就会开始看到黑腹燕殴的踪影 而将这些景色记录下来的 是在地开民宿的黄瑞鑫 身为玉湖社区居民的他 从高雄搬过来之后 意外地发现了这难得一见的美丽足迹 发现这秘密基地的黄瑞鑫 观察黑腹燕翁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对于黑腹燕翁的奇心十分的了解 每到黑腹燕翁飞来的时候 都会细心地观察 他傍晚差不多四点半左右 他会到我们这边上空会盘旋 他在九月份左右 今年是九月十五 差不多九月份左右会来到这里 就从东北方面来这边渡东 因为东北比较冷嘛 就过来这边 然后这样 他的室来这边是暗时来休息 他的习惯就是停在那柯架上面 会来这里渡 在这里集结了 在密室的时候就都在宝庭那边 在七国那边 树那等等 他这边不是密室的地方 他是来这边过夜 七夕过夜 如果鸡栽了 差不多五点半至六点 他就往 又往 又再稍微盘旋一下又走了 小地方也不放过 黄瑞欣还细心地观察到 并不是每一只的黑腹燕鸥 都是飞翔高手 在我们的影片中观察到 它是有老鸟带过的 这个老鸟就是说 在我们在一群的地方 譬如说 它疫情几百之中 差不多十只左右是黑腹 表示说它成鸟 成鸟就翻鸟了 所以说它是老鸟 所以老鸟要带过来 然后带过来这边的时候 它好像还要再受信一次 一来的时候就没咬 就好像背来休息 吃东西吃吃 不会这样盘旋 黄瑞欣也说 黑腹燕鸥 每年的习性都不一样 因此它更要仔细观察 就连小地方都不能放过 由于黑腹燕鸥的 飞翔速度十分快 用肉眼无法计算数量 黄瑞欣也只能够利用影像 来将数量计算出来 这个大台把它撕上去 它这里的栽培在科架上面 然后用投影机 把它放大一大一大一算 这是一个黑腹 那几家大概这样盖算 差不多有两万六千多只 这是一个盖算 两万六千多只 所以说它背起来 很恐怖的感觉 很壮观 黑腹燕鸥的生态 并不只有这样 黄瑞欣也会继续地观察下去 早上万走 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关键我们记录的时候 还没办法去确定 为什么会提早一个月做 这是现在还在追踪 在观察 相信热爱生态的黄瑞欣 会继续地为玉湖社区 带来多样崭新的面貌 除了天空自在飞翔的黑腹燕鸥 台南县北门乡玉湖社区 在民国56年成立全省 第一个花跳鱼养殖区 曾经也是花跳鱼最大的养殖区 让花跳鱼养殖业 成为当地民众收入的来源之一 而花跳鱼的习性十分特别 会挖一个洞 让自己躲在里头 只要有人路过或是干扰 它就会很快速地躲起来 但由于花跳鱼的产季 长达一年之久 无法及时供应 加上养殖人家渐渐的减少 现在仅剩些许农民在养殖 早期花跳鱼是婚宴料理中常见的高级食材 但现在料理就很少见了 没关系 来到玉湖社区还是能够品尝得到 好味道就连第一次品尝的顾客都深深的爱上 身为玉湖社区理事长的王敏雄 对于他们在地的特产同样是赞不绝口 他在骨折的我们给他米饭 米饭的发酵产生藻类 然后我们花跳鱼的食物就是吃这个藻类 所以包括他的豆也都很生气 整个我们的头 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困难而已 其他所有的包括豆都可以吃就没关系 这是一种鲜美的一个鱼类 来到北门乡玉湖社区 有难得一见的黑腹燕鸥 又有少见的花跳鱼 绝对令人流连忘返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我们要带您看看玉湖社区里头的重要古迹 叫《怜悯之门》 我们带您体验历史的足迹 我们带您体验历史的足迹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到 玉湖社区里头的重要古迹 叫做《怜悯之门》 《怜悯之门》有个故事 来自于53年前的迦南地区 当时相当流行乌角病 于是基督教的借菜总会 跟刘日回乡的王金和医师 一起合作成立了《怜悯之门》 提供给乌角病的患者 进行免费的议诊 现在的《怜悯之门》 也就成为当地相当重要的古迹景点 近几年台南县北门乡玉湖社区 已经成为著名的赏鸟集点 每年都会吸引无数观光人潮 然而您可能不知道 在发现这个台湾生态奇迹之前 北门乡却曾经在560年代 因为乌角病泛滥如同人间烈狱 当时靠着流日回乡的王金和医师 与基督教芥菜总会 成立五角病免费诊所《怜悯之门》 才让这片土地重现生机 并在2007年正式成立了 台湾五角病医疗纪念馆文化纪念园区 民众想起这段历史的记忆 依旧刻骨铭心 如果说对奥医师庆 烦恼说不定 他有那个爱心 有那个苦脸 我们痛苦人 他有那个爱心 我们就是说他很爱 寻者的爱抗蚝子 真是爱蚝子看这个怕 但是我们在那里 我看惯不惊不惊 要说话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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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人王医师的愛就成了 居民口中的王金河医师 1916年生于台南县北门乡 在台湾五角病最猖獗的时期 王医师免费为病患一诊 身体硬朗了他 谈起五角病过去仍然相当沉重 我靠边这个就是肺的顺患 还不好 有时有时地高 所以我们没有肚子痛苦 如果这个痛 就是那个娃娃的细胞 我们一直要死去 研究的结果是说 吃水 饮水来的 水的来源 有的发炎的结果 所以所谓含流量 很重的 年久有的穿吃水 那些的毒素 以前的人都说这是开密 过程还是做什么办法 今天开始识心复兴 所以我没有要为了 我都要到 不过多汤水 不过多汤水 不过仅 滚一样 沿着就有了一样 还在两岸来 来做人 小舍 不结枝无法生存 结枝后又难以谋生 为了让病患生计有出路 王医师与医师娘毛碧美女士 建议当时的农妇会及台南县政府 补助设立手工艺品工厂 由毛女士一手担当起训练与行销的工作 让居民自立根深活出自信 王医师夫妇俩的善行传遍全国 引起政府关注 也让当时在嘉南水利会工作的 陈振美励志追随 他们证实到治标不如治本 水源的问题不解决 疾病便无法根除 靠着众人的奔走与推广 到民国七零年代 所有沿海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 乌脚病也在防治中心的诊疗下渐渐的消失了 台湾乌脚病医疗经验馆内 导览员细细解说着这段南台湾历史 底下的游客也被周围气氛感染 留下深刻的印象 扁王医师就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说 他愿意留下来医治大家 然后建设这个诊所 然后就是让大家带来 就是比较多的希望 然后还给他们工作这样子 刚刚就是我们看到影片 就是真的看到这个病 他真的很可怕 那就是多亏有那个 王医师在这边付出啊 对 那我们就是觉得都还蛮感动的 那希望就是把这份感动 能传达给更多人知道 游客的支持让王芳梅感到特别的欣慰 身为王金河医师的女儿 父母亲永远是他最值得学习的对象 我说我从小时候 我所看到的爸爸 就是整天在忙碌 甚至我们连一起吃饭的时间 时间都不能够看到他 而且爸爸他对病人 是这样的没有分等级 他就是一心照顾他们 他现在已经95岁 可是只要有游客来 不管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来的游览客 他都是很诚意地招待他们 传达老公 你要做还没搞的 你比较不够打开 你就要再打开一张 我还要给你叫来 告诉你你还没要叫他 我知道了 我还不够 我做不够 王金河医师的善行 诉说着无私奉献的人们 努力将仁爱延续下去 这是一个保留着爱 疾病 医疗济世 及台湾近代史为主题的园区 记录了1957年间 乌角病蔓延南台湾的故事 下次来到台南县北门乡玉湖社区 不妨慢下脚步 细细品味这里的美景与人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活力新农村 我是刘祝华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